I am concerned about reports about the increased Russian military presence in Syria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 對俄羅斯的軍事專家在敘利亞活動表示關注 他說有報導表示 俄羅斯加強了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 他會擔心因為這個無助於衝突解決 他認為重要的是 支持一切尋求政治解決敘利亞衝突的努力 他們堅決支持聯合國在這方面的工作 俄羅斯說俄羅斯專家只是在幫助敘利亞人學習 如何使用俄羅斯加強的軍事裝備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說 俄羅斯長期以來一直根據雙邊合約 為敘利亞提供武器裝備 而且派俄羅斯軍事專家去指導敘利亞人學習使用這些裝備 俄羅斯說 交付給敘利亞的裝備是用於回擊敘利亞和鄰國伊拉克的恐怖主義威脅 美國國務卿克里警告俄羅斯外長 俄羅斯說 俄羅斯強化在敘利亞軍事存在的任何行動 都可能導致更多暴力